李嘉诚曾是响当当的华人首富和亚洲首富,作为连续20年的香港首富,李嘉诚在香港的地位和奢望是无人能抵挡,所以他对他的两个儿子也有一定的期望,但两个儿子对待欢迎的态度完全相反,一个感情稳定。 一个则离婚,这就要从梁洛诗于2008年列上他自己21岁的李嘉诚的二儿子李子杰说起,众所周知,梁洛诗16岁便踏入了娱乐圈,作为中富混血的他有着立体的五官和高调的身材,天生就是做演员的料,而且演技非常出色,所以梁洛诗的电影圈里真的很吃香,但还是在事业高峰选择豪门, 年仅22岁便荣生三子之母,为李嘉生下了三个儿子,本意以为母听质贵,就可以能够了稳的嫁入豪门。 可最后李嘉诚的一句,不喜欢娱乐圈的女明星阿北帅梁洛诗与李嘉媳妇位置踏身而过的新闻也是轰动一时,不少人都很好奇。 豪门讲究的不就是重男轻女吗?为何会得这样的结局?实际上,李嘉诚本身就很不满梁洛诗模特出身。 在她的眼里,这位儿媳妇归就是细子行恋,在面子上是过不去,再加上李泽杰一向风流,身边民怨无数,有过时段以上的恋情。 就算梁洛诗为其连生三次,也挽回不了风流的心,虽然没能嫁入豪门,梁洛诗却凭借着五亿元的分手费,成为最土豪的女艺人。 作用五亿分手费的梁洛诗日子过得超滋润,她的身材和容貌都灰,服得很好。 现在梁洛诗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从而已经全面付出,但不管怎么说,也人生赢家,而如今同样是嫁入豪门。 但是,一直是被大家羡慕的郭晶晶也被爆料说,准备为货家听第三拍,公共为此在去年年尾的时候把货家的一部分插件交给郭晶晶来打理,如今郭晶晶成为了人人羡慕的豪门太太。 但是这一切跟郭晶晶本身的好品质是分不开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李嘉诚的大儿媳是王丽乔,原名叫王傅信,为了旺夫,他把名字改成了王丽乔,结果他为李泽志生下的第一个就是儿子,结果他为李泽志生下的第一个就是儿子。 而且王丽乔为人低调,依心上夫教子,深得李嘉诚的喜欢,王丽乔的父亲曾是一个仿制商人,但家境自然是比不上李家。 但他是一个大学霸,毕业于加拿大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1990年,他与当时在温哥华处理义务的李泽志相恋。 李嘉诚曾表态说,我李家媳妇没什么规矩要省,不讲什么门当户对,最重要的是儿子喜欢,出身正当家庭,爱人很快多久体节连理了。 两人婚后十分温爱,王丽乔曾总结道,太太要顺从老公,老公要尊重太太。 但,王丽乔因为自己出身名校的原因,自己十分注重孩子的教育问题,王丽乔对自己孩子的做法让李嘉诚更坚信,一个好妻子,不仅能够辅佐丈夫,还能正确的引导教育下一代。 这也是他为什么喜欢王丽乔这个媳妇,而梁洛诗不但没有好的学历,更没有好的家境,所以进不了李家的大麻,也是情侣之中的。